及时新闻综合报导,空军飞观盒子与驾驶患向2000战机失联,经过持续搜救后,空军司令部于今日下午表示已初步掌握该机黑盒子的可能讯号。 综合媒体报导,空军指出现在镇展开声纳分析搜索与海域确认并规划打捞行动,同时也持续进行人员搜救。 空军司令部阵战主任张延廷表示疑似黑盒子讯号传出的地方就在光点消失的附近海域。 张延廷说因为讯号会受到海流和海床的干扰,所以尚无法完全确认就是幻象的黑盒子讯号,但目前侦测到的波长与黑盒子十分相似,等进一步打捞才能确定。 空军司令部强调搜救作业截至现在已派遣各类型机种93批93架次,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丝搜救的可能。 空军指出所有搜救进度和讯息都会如实且定期向家属与国人说明,也呼吁国人给和子与家属搜救同仁鼓励和祝福并为和子与祈福。